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光临阿N与阿N的频道 今天阿N就会和大家分享另一个粤剧名领 《林超群》的演艺人生 《林超群》就是粤剧的蓝花蛋 原名是林元廷 他就是生在一个文化气息相当之浓郁的平州 平北西河邨那里 他是生于1905年,06年 就出于1955年 《林超群》的爸爸,林军河 就是在民间开业做医生 一生之中就救死扶伤,救过好多人 《林超群》的妈妈就是姓颜,大力人 她妈妈就懂得文学,而且是知书识礼 是一个有学问的人 在乡里面就设立了一个私属 教一些女学生来读书 也是一个延熟的延内座 她特别是将一个庭院花位 就是将她家里的花园照理得井井有条 而且又因时因花,抄绿诗句 就挂在花位上 令到这个乡间庭院更加有花韻蜜香 由这道理,亦都可以感受到 他们家里是多么有文化气息 《林超群》的爸爸就是林医生 他爸爸生有四男一女 即是有四个儿子,一个女 除了第二儿子,一早就腰折了之外 长女就是林银 三儿子就是袁木色 四儿子就是袁亭,即是林超群 五儿子就是袁船 她几个儿子都受到 爸爸和妈妈的文化素养 分途,经常都参加一些在村里的民族 文化活动 而且也有较好的模仿能力 此外,他们的大女林银 更加有一手非常巧手的兽花工艺 林超群即袁亭 就是他们爸爸妈妈的第四儿子 小时候,长相很英俊 生得非常进修 而且得到那些村民相当喜爱 每逢那些刑神赛会 即是什么呢 即是乡间里面一些民族的活动 俗称是菩萨游佳 即是一些巡游 他通常会打扮成观音菩萨 又或者是女将 梁洪玉 或者是花木兰等等 假设这些相后,被人抬起 端坐在莲花台上 或者手持一些劍击 刀枪、圆街游行 即是所谓的巡汇 当时是民国初年 平南梅园席 粤剧艺人金山 和他的助教梁炳 就在民国六年 即是刚刚是1917年 就来到这个乡间 就招聘一些小朋友 就去学习 他就打算招募五十多人 就在屏东一间 祠堂里面就训练 这五十多人 他训练就组成了 乐群英粤剧娃娃班 林超群也入选了 他入选的时间 就是当时他十二岁 同一时间进入粤剧娃娃班 在当时还有日后 成为明宁的金之业 金之业后来也是蓝花蛋 另外还有张盛财 张盛财日后 就成为了母生 鬼马春 鬼马春日后 就成为了丑生 梁展生 梁展生 梁展生日后 就变成了母生 另外还有陈申发 梁阳等一班小孩 个个都几乎可以成才 就是这样 林超群 即袁庭 因为她的奖相很英俊 很丁丽 而她的喪音非常满美 行刊也软圆 做工又细致 即是那些手势 所以她就被训练到善演一些蛋国 即是一些女国 在这个儿童班里 经过了一年多的严格训练 之后 林超群的技艺 就相当出众 已经学得非常好 在平州区 就向那些乡亲 作回报的首演 即是学成之后 袁庭 即是林超群 就随即跟随 乐群英班 就一路沿着江西上去 就一路沿途演出 一路演出 不到两年的时候 林超群 就在港西演员 就再遇归来 并且也囚囚借私金 什么叫做借私金呢 即是说 你跟师傅学戏 学满师后 你要囚一笔金钱 来做酬奴给师傅 这叫做借私金 囚囚借私金 就给师傅 而且他还取得这个艺名 正式叫做超群 从此之后 他就跳出了童子班 即是小孩子班 就跃升上去三班头 所谓三班头 即是当时省港的大型班 叫做三班头 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 林超群的演艺人生 分享到这里 又暂时停一停休息一下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亦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 下集继续和大家分享 林超群的演艺人生 拜拜